新北市汐止區附近 在今天晚間九點左右 發生了遭到丟職汽油彈縱火的案件 根據目擊民眾表示 當時聽到兩聲巨響 而警方也在現場調查 目前已經將一名七十九年次的男子 查氣到案 案發的現場有一輛機車被燒到焦黑 幸好沒有人受傷 而現場還找到了四到五顆的汽油彈 警方循著監視器 抓到了一名七十九歲的七十九年次的男子 另外也找到其他作案用的汽油彈空瓶 將他依公共危險罪移送 至於犯案的動機 還需要調查釐清